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身身无敌 心在那路边 离连 离连 寻真高气线 年黑白举衷 无极限 和谐 我运行 起运行 天地轮回 属英雄 和谐 奔走一生 人不求命 化在人间和谐中 化在人间和谐中 为其少年 敌尽莫奈 尝尽人间苦 熬过夜满海 为其少年 敌之向前 论平论道中 其顺天地转 第三十三集 其胜的尊严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朕竟然赢了郭师傅 这局棋真是太精彩了 郭师傅 这局棋真是精彩啊 将来一定会名垂青史 后人都会知道你郭冯春是怎么输给大明皇上的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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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父亲 父亲 你怎么样啊 没事 没事 今天我见到江流二了 什么 江流二来吴州了 我今生最大的愿望是能和江流二下一局棋 可我知道他还在恨我 父亲 父亲 郭师傅 郭星 江流二 父亲 零零云真是太阴险了 我一定为你报仇 雷零云想通过皇上把我们几大围棋盟派灭了 江流二 雷零云现在是皇上的围棋国师 他一定也不会放过你 郭师傅 明天皇上要和方圣下棋了 什么 和方圣下棋 雷零云为了让天下人知道皇上打败方圣 特意安排皇上和方圣在行宫外对局 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场比赛 雷零云 你这条毒蛇 王圣 我要你从此再也没有当奇圣的荣耀感 就不多吉圣啊 对eleri 你看 风起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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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起生 皇上 你要是赢了皇上 你知道后果吗 你会被关进大牢处以死刑 你别太得意了 放弃圣前 有请皇上 祝你皇上 平身谢皇上 为何见皇上不贵 反而自己先坐 在朝廷上皇上是圣 但我是骑圣 皇上是骑手 哪有我贵的道理 那就请骑圣先坐吧 各位 我们今天有幸观赏 大明皇上与骑圣的精彩对决 大明骑圣方圣 称霸大明骑坛 二十余年无人能敌 而他的对手 大明朝皇帝 天资聪慧 学习不到两年 就先后击败了我雷陵云 以及神算子郭冯春 今天皇上要改写大明 二十多年来的骑圣历史 成为新一代的大明骑圣 方圣 朕今天有幸 跟你这个大明骑圣 下一局精彩的对决 皇上 我是不会让 好啊 方圣 你太放肆了 好 该你猜先了 任何骑手和大明骑圣下棋 都被让先 皇上不用客气 哦 你太无礼了 你现在是和大明皇帝下棋 既然方圣这么说 那朕就不客气了 皇上先起 我以为方圣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但今天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永不屈服的棋手气度 临心城 你这个混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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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圣 你这个小偷 打死你 打死你 哎 爷爷 你在干什么 好 小子 这临心城是爷爷最大的敌人 那方圣是个小偷 偷走了爷爷最宝贵的东西 你给我狠狠的打他们 将来有一天你下山以后一定要替爷爷报仇 我打败这两个人 爷爷 你看我打得怎么样 好 就这样打 好 爷爷 我替你报仇 好 好 好 方圣 我一定要打败你 方圣的每一步棋都是全力以赴的进攻 方圣一点都不肯给皇上留情面 父亲 这 这 难道方圣不怕死吗 他这样做究竟为什么 哎 方圣下这盘棋是把生死置之度外啊 父亲 谁也不能把我棋圣的称号夺走 皇上 臣看您身体有些不舒服 要不先封盘改日再下 朕同意 我不同意 方圣 你太狂妄了 竟敢顶撞皇上 在棋盘上只有为了迎棋而战斗的战士 方圣并不想冒犯皇上 我只想在棋盘上告诉皇上 什么叫真正的国手 棋手的尊严可以用生命来捍卫 真正的棋手就是把一生的心血交给他所热爱的围棋 并在棋盘上永不屈服的战士 方圣绝不把生命看得比他所热爱的围棋更重要 所以皇上请您把这盘棋下完 太好了 太好了 方圣绝这个小偷还真有骨气啊 皇上请落足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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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蛮 皇上 朕敢在这么多人面前羞辱朕 让朕在亲家人面前租连 朕敢要狠狠地惩罚你 朕也要治你的罪 皇上 你鼓动朕跟方圣在天下人面前下棋 却让朕在方圣面前输得体无安妇 朕以后还怎样去治理天下 让天下人敬畏 皇上 臣该死 臣原想让皇上能在天下人面前打败方圣 让青石记下您的光辉事迹 但是万没想到这方圣竟敢藐视皇上 故意在众人面前羞辱皇上 臣请皇上把方圣抓进大牢问罪 是该好好治治他 你说 治他什么罪 死罪 死罪 不至于吧 他藐视皇上违抗皇令 还把自己比作围棋上的圣上企图谋反 所有这些都够得上死罪 这 皇上不杀于井百 将来一定会有人仿效方圣的行为 臣请皇上下旨 让臣亲自兼斩方圣 去饭吧 是 放我出去吧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给点吃的呀 真饿死我的 好几天 好几天 父亲 父亲 百花 你来了 孩子 父亲 方圣不愧是大林其圣 在皇权面前维护了大林所有其手的尊严 和他相比 我实在是羞愧 父亲 父亲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你也是为了保全我们东国其院 迫不得已而为之 江流 你不在林云寺钻研天地大同定士 怎么也跑到吴州城来了 我来吴州找齐贵王 什么 齐贵王 你认识他 难道齐贵王又回来了 方圣真不愧为其圣 连皇上他都不让一步 这种骨气真让人佩服 对啊 方圣在跟皇上下棋时讲的那些话 真是大掌了我们棋手的威风 我现在对方圣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有啊 就是没错 听说上次郭逢春和皇上下棋 明明能够战胜皇上 却绞尽脑汁去输给皇上 相比之下方圣真令人佩服 方圣有什么厉害的 他不就是赢了一个不会下棋的菜鸟吗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看看 我棋鬼王是怎么打败方圣这个小偷的 你不说八道 方圣是大名其圣 怎么会是小偷呢 你贼没熟眼的都像个小偷 对啊 方圣到底偷了什么东西 你说呀 我爷爷说他是小偷 他就是小偷 他偷你爷爷什么东西了 他偷了我爷爷一件最宝贝的东西 他难道不是小偷吗 看来你爷爷跟你一样 都是个混小子 等我有一天当上了大名其圣 我一定要把你这个破棋馆给烧了 方圣这次战胜了皇上 皇上一定不会放过他 雷灵云一直在找机会要除掉方圣 现在方圣已经被关进大牢了 听说还要被处死呢 怎么可以这样 什么 那个小皇帝要杀方圣的头 父亲 你身体有病 就不要再下棋了 这点想吓不到你的父亲 以后父亲不在你身边 你要照顾好自己 其实告诉江流儿 他最终也没能替林兴城打败方圣 大师兄你真厉害 借那个糊涂小皇帝的手 不动声色的就狠狠教训了一下郭峰春 还把大名其圣方圣轻轻松松就干掉了 看来今年其圣争夺战上 大师兄一定能夺得其圣的称号了 谁得罪我绝不会有好下场 对对 还有福王江流儿 他们迟早会尝到我的粒子 这下我们吸金七月又成为大门最大的奇月 那就再来两串 好 大师再给我两串 好的 真是太好吃 再要一串 好 大师兄 那个叫奇鬼王的 我想起来了 金威元曾经告诉过我 有个叫奇鬼王的围席高手 他曾数次打败过林兴城 江流 百花 父亲抱着被死的信念去和皇上下棋 他为的是要维护所有大名其首的尊严 现在皇上发怒了 雷铃云终于有机会害死我父亲 以前我一直恨你父亲陷害林兴城 但昨天看了方伯父和皇上下的棋 我对方伯父的尊重之情由然而生 方伯父他真是一个让我敬佩的棋手啊 我父亲要是听到你这么说 他一定非常高兴 他让我带话给你 他说 你最终也没能替林兴城报仇 在天下人面前打败方圣 一个快要到阴藏地府的人 还这么用心下棋 不愧是大名其胜啊 佩服 雷铃云 你的借刀杀人计也很让人佩服啊 杀了我 你夺得棋胜的路上少了一大块绊脚石啊 棋盘上不能赢取的棋盘外赢取 你害死林兴城夺得棋胜不也是用这招吗 我方圣死在你的手上是咎由自取 我相信你雷铃云终有一天也会有报应 废话少说 我雷铃云今天心情好 答应满足你临死前最后一个愿望 你说吧 不然就没机会了 我只有一个愿望 让我临死前跟江刘尔下一局 雷铃云 我请你答应我这个最后的愿望 让我跟江刘尔下最后一局棋 江刘尔 江刘尔现在已经到龙州城 我一定要跟江刘尔下一局 你笑什么 方圣 你以为只有江刘尔才是你的对手吗 我偏不让你跟江刘尔下棋 我会让另外一个人陪你下着最后一盘棋 他绝对能打败你 是你吗 我不相信你是我的对手 临死前你会看见还有比你更强的棋手 那我方圣就等着这样的对手 这怎么回事 干什么 看这个棋应该这么下就对了 对不对 这样就精妙了 是啊 这么臭的棋你也吓得出来 你怎么就不动作脑子呢 是是 方圣明天就要被处死了 老兄你在胡说什么呢 是真的 明天上午在城外的刑场上 方圣就要被处死了 怎么能这样 是 输了棋就要杀人 皇上也太过分了 还有天理 就是 这怎么能这样 皇上真的要杀害方圣吗 是啊 听说雷霖云答应方圣 在临死前 让他和一个神秘的棋手下盘棋 谁能和方圣下这最后一盘棋呢 是不是江流二 听说不是江流二 是一个同样能打败方圣的人 怎么 明天就要处决方圣 是啊 还传说雷霖云 让方圣临死前 跟一个神秘的棋手下棋 雷霖云 你好歹懂 百花 你等等 百花 你等等 百花 等等 雷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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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雷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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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当上大名其胜 你用尽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 你借皇上的手 不仅害了郭冯春 现在还害我父亲 说到卑鄙无耻 你父亲方圣才是典范 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罪无英德 江流二 我替你师父林新成报仇了 雷霖云 你不要得意 你以为除掉了方其胜 你就能成为大名其胜吗 有我江流二在 我绝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 那你江流二能阻止我得到大名其胜的称号吗 告诉你们 我一定会成为大名新的其胜 雷霖云 那你就等着瞧吧 百花 我们走 慢 方圣说他临死前有个愿望 他说想跟江流二下他一生中最后一盘棋 我回绝了他 但是我答应让他在临死以前 跟一个围棋高手下一局 让他在死前知道 这世界上除了江流二 还有别人能打败他这个奇胜 我愿意让你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你可以做这场比赛的继补员 记住 明天丑时城外行场见 有狼青空避朝当头 今今生也月永江流 心思青空避乡当头 心思生也只会降流 心思生也只会降流 人生黛黛不处一历 你来的梦是陷阳 你来的梦是陷阳 人生黛不清黑白相见 距离距外一身烤奉 距离距外一身烤奉